这天傍晚,忙碌了一天的罗宾回到家里,发现女友桑莫倒在地上,身上还插着一并带鞋的长刀,此时女友一动不动,看起来已经死去多时。 罗宾从震惊中回过神来,急忙不打了报警电话,警方接到报案后,活速赶往现场,这起案件由经验老德的戴维斯探员全权负责,他打着手电,在别墅里转了一圈,并没有心地发现。 初步验尸借过出路之后,所有人都感到无比震惊,死者为女性,二十岁左右,魂身上下又有三十一束刀伤,最后一刀更是深入骨头,致使刀刃被死死卡住。 凶手不得不将凶旗留在尸体身上,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仇怨,才让对方如此丧心病狂。 随着事件更为深入,验尸官在女尸体内,减出了少许男性体液,而器官却保持完好。 验尸官推断,谋杀发生在肉体接触之后,也就是说,死者和凶手之间保持着某种亲密关系。 以罗这些证据,接下来的调查就变得相对简单,只需要梳理好死者的人际关系,随后依次排除即可。 戴维斯询问了不安的唯一目击者,有人表示,他亲眼看到一个身穿连帽身的男人进入别墅,如果不出意外的话,那个人就是杀人凶手。 只是由于当时光线太暗,对方又刻意挡着脸,他没能看清凶手的长相,只记得他走路的样子有些奇怪,应该有些跛脚。 调查范围再次缩小,看起来要不要多久,凶手就将浮出水面。 首先接受询问的是死者的耐用罗宾,除了没有明显的杀人动机之外,他的嫌疑很大,而罗宾却给出了充分的不在场证据。 因为按发时刻,他正在和购防者商讨具体事宜,并没有作用时间。 罗宾掩置早早,戴维斯还是提取了他的生物样本,打算经过比对之后,在下定论。 警方行动十分迅速,尸体刚刚被送回检验科,发医便有了新的发现,他在被害者身上找到了几根特别的头发,他们不属于被害者,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留下的。 除此之外,他还发现,被害者左手手腕处,呈现出红色,乍看上去像是淤血,实际上那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游戏。 这种涂料,常常被用作翻新老式建筑,在建材市场上已经难以够得,这也是一个重要突破口。 戴维斯仔细查看了每一件物证,确保不会出现任何纰漏。 离开法医史后,戴维斯仔细研究了案发地点周围的监控设想,可是无限于拍摄角度只能看到汽车的车轮部分。 尽管如此,一旁的黑衣人警员还是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,猜出这辆车应该是辆1990年款的别克轿车。 戴维斯立即从网上调取十五照片,对比之后,不禁惊叹黑衣人警员的眼力,两者果然相似度极高,证据越来越多,案件侦破,似乎只是时间问题。 这天上午,戴维斯在罗宾家中找到一张合影,照片中死者桑莫和一陌生男人在一起,两人聚着亲密,似乎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。 经过罗宾确认,戴维斯这才弄清楚男人的身份竟然是桑莫的前夫珊姆,结合桑莫死前曾与凶手发生过非强迫性质的欢和,可以人定为熟人作案。 综合各方因素,照片中的男子具有极大的作案嫌疑。 警方顺腾摸瓜,很快找到了珊姆的下落,此人是个物业游民,靠贩卖为金要维持升级。 在警方掌握的线索之中,珊姆还曾在公交车上偷见女乘客的头发,倒不是他故意玩弄恶作剧,只是此人有收集异性毛发的特殊癖好。 有着诸多前科的珊姆,可一度再次升级,所以抓捕此人,成为本案的关键。 在戴维斯和黑人警员克尔的不懈努力下,他们终于找到了嫌犯珊姆的弃身之所。 目前珊姆没有对方犯罪的直接证据,两人只能做立行调查。 在得知前妻的死讯之后,珊姆表现得非常慌张,她眼神躲闪词不达意,似乎在刻意隐瞒着什么。 面对警察的盘问,珊姆自称案发当日,自己一整天都在湖边钓鱼,对所发生的一切并不知情。 而且,她和前妻的最后一次见面,也是几个月之前的事情了。 珊姆的这番言论,显然不能令人信服。 此时悉心的黑人警员发现,在对方的手上,同样残留着和尸体身上一模一样的涂料,这进一步加深了她的嫌疑。 而当戴维斯准备提取一些颜料时,珊姆却直接关门写课,似乎很害怕警方会因此查出什么线索。 由于戴维斯没有拿到拘捕令,对方不肯配合的话,他们也是毫无办法。 两人略感遗憾地回到车内,戴维斯联系交管部门紧急调去珊姆的车辆信息,如果对方所言属实的话, 案发当日,他应该开车前往湖边,而不是桑木所在的别墅。 只不过,在数据库中,查找资料需要耗费大量时间,戴维斯只能静待调查结果。 在此期间,他安排手下对珊姆进行怜悯监视,防止他畏罪潜逃。 当天晚上,戴维斯下妻子丽莎出席好友举办的私人舞会。 身为退役警察的丽莎,在听闻女职业顾问莫桑玉海案之后,发表了自己不太成熟的看法。 她表示,在杀人案中,轻杀位居首位,而女性受害者中,被前人杀死的比重接近一半。 再加上那个可疑的珊姆列几斑斑,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,十有八九,他就是本案真凶。 戴维斯对此置之以小,并很快岔开话题,似乎他并不喜欢在娱乐放松的时候谈论工作。 至于真凶到底是谁,还要等调查结果出来才能定论。 一曲舞蹈跳吧,和我们聚在一起唱了人生,作为本场聚会的发起者,光头难蒙迪,开始宣讲自己的致富金, 并将他如何从名不见经传的小老板,一举成为安保公司龙头的发际石讲述了一遍。 蒙迪希望戴维斯则两毛儿妻,死掉朝九晚五的工作,来自己这边上班。 他相信以戴维斯的能力,必定会大有所作为,但戴维斯至不在此,所以这件事情只能暂时搁置。 舞会结束后,戴维斯重新返回警局投入工作,这一回,他们从死者桑莫身上着手,开始寻找新的线索。 戴维斯发现,桑莫死前曾帮助公司卖出整整六套天价别墅,但奇怪的是,他本人坚然分文未得, 如此反常的现象背后,似乎隐藏着一个直观重要的秘密。 这天晚上,罗宾家来了一位名叫卢本的不速之客,他声称自己不小心拿到了罗宾的邮件, 并借送还邮件为邮,试图进入屋内。 警惕性十足的罗宾并没有让对方得逞,卢本碰了一笔字灰,只好兴兴离开, 可这次莫名其妙的造访,却让罗宾因产生了一丝担忧。 第二天中午,在戴维斯的不懈努力下,终于找到了使用老师涂料的教堂,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,死者手上残留的涂料就来自于这里。 戴维斯找到了教堂的牧师,并询问他,谁负责重新粉刷教堂。 牧师表示,教堂年久失修,教友们自发买来涂料休息,他并不认识他们。 戴维斯随即拿出汤姆和死者桑莫的合影,只可惜牧师已久摇头, 他并不认识照片中的任何一个人。 涂料的线索就此中断,戴维斯只能另寻他法,好在检验坑那边又传来新的消息, 之前在死者身上发现的毛发已经得到确认,那并不属于任何人, 而是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假发,这条线索并没有太多实际价值。 技术部门调取了死者生前的通话记录,发现有一个陌生号码曾与机主频繁联系, 在桑莫死后,这个号码就被彻底停用了。 技术负责人告诉戴维斯,陌生号码的运用者使用了假的身份信息, 警方完全无法进行定位,换言之,这个故意隐藏身份的人一定和杀人凶手有所关联。 案件调查到这一步,似乎陷入了僵局,回到家后, 妻子兼丈夫从没不沾,身为退役警察的他,便主动要求帮忙。 戴维斯原本没报太大希望,可妻子在翻看案件档案之后, 却有了令人意外的发现,他指着闲人的汽车照片表示, 这台车并非别克,而是一辆克莱斯勒,他们虽然有九成的相似度, 却在一些细节上所不同,他之所以如此笃定自己的判断, 是因为自己在上大学期间就开过同一款车。 戴维斯听后搭受震撼,于是便和科尔一起到二手车市场一探究竟, 果然妻子所说分毫不差,视频中的车辆就是克莱斯勒, 看来案件调查,又有了新的方向。 这天中午,罗宾再次找到了戴维斯, 并将陌生男打算强行闯入家中的事情如是相告, 事实上,自从卢本造访之后,他就对此耿耿于怀。 经过一番调查,终于弄清楚了对方的身份, 罗宾告诉戴维斯,那人名叫卢本, 曾和他的父亲是旧乡时,早年间, 他的父亲准备开发一块地皮, 卢本家的农场,恰巧觉得规划区域, 他们想花钱购入,但卢本一家始终没能同意。 再后来,父亲动用了一些关系, 对方才被迫搬迁。 罗宾虽然不知道父亲当年到底做了什么, 但自从那块地皮被买下来之后, 卢本的父亲就在农场里自杀了。 罗宾猜测,这次卢本突然找上门来, 其目的就是为了报仇。 至于桑莫之死,也可能与其有关。 戴维斯紧张点头表示认同, 可即便罗宾的推理完全正确, 在没有掌握更多证据之前, 警方也不好强行拘捕对方。 戴维斯叮嘱罗宾, 如果卢本再次出现, 一定要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。 第二天一早, 戴维斯和搭档科尔找到了卢本, 为了证实罗宾的猜测, 他们有必要提前行动。 卢本见到戴维斯之后, 表现得神态自若, 似乎早就料到了警察会登门拜访。 只不过,在卢本的口中, 桑莫被杀一案, 与戴维斯的猜测大相警惕。 据卢本交代, 桑莫之死是罗宾一手策划的阴谋, 虽然他拿不出证据, 但却对这件事情非常笃定。 戴维斯被卢本的话逗乐了, 我知道你和卢本之间有些恩怨, 但栽赃陷害的把戏可不好玩。 卢本猜测你会对他不利, 而你却说他才是杀人真凶, 至于谁在撒谎, 相信真相, 很快就会浮出水面。 卢本还想说些什么, 却遭遭了戴维斯的警告, 在本案尘埃落定之前, 禁止他与卢宾有任何形式的接触。 卢本对此无话可说, 临走时, 戴维斯提出, 要在对方身上提取一些DNA样本拿去比对, 卢本表现得极为配合, 像是急于借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 案件查到这里, 兜兜转转回到了原点, 等待卢本经意样本比对结果出现之前, 本案的重要突破点, 再次回到死者桑莫的前男友山姆身上。 这天晚上, 桑莫生前的好闺蜜伊芙琳约戴维斯在酒吧会面, 他向警方提供了一个十分关键的证据, 据女孩交代, 一直以来桑莫和前夫山姆从未断绝关系, 甚至离婚之后, 两人还经常进行肉体交流, 戴维斯警长十分好奇, 如此隐秘的事情, 你又从何而知? 怎料伊芙琳的回答却令人瞠目结舌, 他们作难事的时候我看过, 在桑莫待手的大别墅里, 他们肆无忌惮。 截至目前, 所有的不利证据都指向了桑莫, 死者遇害前, 曾与人发生过肉体接触, 伊芙琳刚刚证实桑莫和桑莫从未断绝关系, 此外, 桑莫手上的游戏印记与桑莫手上的相同, 这进一步印证了伊芙琳所说的话, 再加上桑莫劣迹斑斑的过往, 很难不让人产生怀疑。 第二天中午, 在长安的戴维斯接到了技术部打来的电话, 他们通过特殊手段拿到了桑莫的DNA样本, 在比对死者体内残留的体验之后, 发现双方具有高度一致性, 这就证明与死者发生关系的人正是桑莫, 有了完整的证据连, 戴维斯与科尔迅速实施抓捕, 桑莫没聊到警方会突然造访, 因此表现得十分慌张, 他借口去洗手间接手, 却趁机拿枪与戴维斯对峙起来, 双方一路从小屋追到山林之中, 桑莫最终被警察当场击毙, 警方在寄居所内发现了大量违禁品, 物证科警员还贴心地为查获的脏物, 贴上他们刚刚带来的花色交代, 且不说杀人罪名, 但就贩毒这点, 就够是安姆受到重罚, 但他现在已经被击毙, 警方需要做的就是落实罪名并做检案处理, 令人头疼的凶杀案突然告破, 同事们在走廊里列队迎接英雄警长的归来, 但戴维斯却始终高兴不起来, 以他多年的办案经验来看, 这期案件结束得太过突兀, 还有诸多一点没有解开, 首先,嫌犯山姆始终没有承认杀死过前妻, 其次,从证人伊弗林交代的事情来看, 夫妻双方虽然历过婚, 却一直保持着肉体上的交流, 山姆并不具备合理的杀人动机, 也许他只是在死者遇害前与之发生过关系, 也许他强行拒捕, 只是因为家里藏伍为禁药, 也许杀人凶手另有其人, 但这诸多疑惑, 戴维斯提议再仔细调查一番, 可同事们却并不想戒外生纸, 这天晚上, 心有不甘的戴维斯找特异警华妻子帮忙, 开始用最原始的方法, 还原案发经过, 甚至包括死者手背上的齿痕, 两人也力求贴近真实, 经过一番努力, 他们终于有了些许突破, 第二天一早, 戴维斯便请求技术部门在辛苦一趟, 对山姆的牙齿经营取摸, 对与死者手上的咬痕进行对比, 他认为还需要更多的线索, 来证明山姆就是凶手, 这使他作为警长该有的严谨, 可等到导模样本被制作出来之后, 负责核研的技术人员却告诉戴维斯, 由于尸体上残存的齿痕太浅, 根本不足以进行比对, 见到老伙计吃别, 诸葛艾伦淡然一笑, 这回你有什么好说的, 对我们结案还有意见吗? 折腾了这么久都毫无紧张, 戴维斯只好放弃,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, 却让整个案件出现了重大转折, 这天晚上, 戴维斯正腾在沙发上收看新闻, 新闻报道称, 出现在电视画面中的违禁屏, 竟然贴有罕见的花色胶带, 戴维斯之所以感到震惊, 是因为在山姆贩毒案中, 吴正赫的同时, 为了防止违禁药, 从破损的包装里洒落, 特意用花色胶带贴出了破洞, 而此时这包违禁药, 竟然有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市区里, 这不得不令人怀疑, 警局内部有人勾结毒贩, 在暗地里进行着某些见不得人的交易, 这天夜里, 戴维斯躺在床上辗转难眠, 思考着如何快速且彻底地清除内鬼, 吓在此时, 罗宾的电话打了进来, 并声称自己受到了骚扰, 戴维斯急忙驱车前往, 抵达后再得知, 除了玻璃门被打破, 家中没有丢失任何东西, 如此看来, 对方应该只是单纯地想要打击报复, 警方在罗宾家附近搜寻一圈, 并没有发现报复者的踪迹, 戴维斯健壮, 只好下令撤退, 返回家中, 戴维斯发现大门续炎, 门口还有大量水子, 他警觉地打开手电推门而入, 接着便发现, 妻子这种枪指着一个长发男子, 男人高举双手不敢乱动, 戴维斯这才发现, 闯入他家的不素质客竟然是卢本, 戴维斯为其戴上手铐, 并询问他为何而来, 卢本以去平静地表示, 他知道桑莫被杀案背后的真相, 并愿意和戴维斯分享, 之所以能获得一些别人不知道的消息, 是因为父亲去世之后, 他一直在找机会替父报仇, 卢本不愿像莽夫一样和罗宾拼命, 而是一直在寻找对方的犯罪证据, 并希望有朝一日, 借警察支手完成复仇, 戴维斯对此不知可否, 卢本坚愿意相信自己, 那便想要了解一下, 他究竟掌握了什么秘密, 见戴维斯摆出一副倾听的架势, 卢本脸上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, 据我所知, 桑莫死前, 曾一度遭到公司盘剥, 拉克奇这个人, 但你已经知道不久前, 因车祸而曝光的违禁药大案, 遭遇车祸的人就是拉克奇, 而此人正是罗宾驾影的鹰犬, 罗宾表面上光鲜亮丽, 可实际上, 他的整个家族都是诈骗犯, 他们在背地里贩卖违禁药, 之后又借助房地产疯狂洗钱, 而桑莫就是他们手中的一颗棋子, 卢本言之早早, 戴维斯却丝毫不为所动, 卢本还想再说些什么, 却很快被赶来的警察带走, 卢本临走时故意将一个U盘留在桌上, 那是他趁罗宾松懈之际, 从对方家里偷偷而来的, 也就是说, 罗宾报警声称遭到了骚扰, 实作拥者正是卢本, 戴维斯怀着好奇心打开U盘, 发现里面保存着许多白鱼公司的资料, 而桑莫生前卖出的别墅都来自于这家公司, 鉴于警局间存在内柜, 戴维斯只好躲进卫生间里仔细查看, 他发现桑莫售出的房子, 绝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点, 那些房子都曾被罪犯当作违禁药的藏匿点, 房子遭到警方查封后, 白鱼公司会以法派房的名义进行低价收购, 按照常理, 法派房流入市场之后, 价格会大幅下跌,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, 桑莫总能以原高一市场价的价格, 将房子快速出手, 并且不向公司索取任何佣金, 如果按照卢本所言, 白鱼公司在杰斯洗钱的话, 那么一切看似不合理的地方, 也都能解释得通了, 为了弄情真相, 戴维斯开始着手调查这家公司, 正如如本所言, 白鱼的确存在猫腻, 公司许多的主营业务, 很早之前就已经停运, 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空壳子, 当天下午, 戴维斯接到消息, 目前与白鱼公司作为亲密的, 是一家名为现役安全顾问安保公司, 两家公司供问一个办公底点, 可谓不分彼此,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, 戴维斯深感震惊, 因为这家安保公司的老板, 证实得最好的朋友蒙迪, 看着号送给自己的狗头吊坠, 戴维斯陷入了沉思, 作为警长, 在正义和友情之间, 他只能选择前者, 白鱼公司的情况已经了解了大概, 戴维斯决定从维禁药开始着手调查, 在山姆一案中, 那包被花色交代缠绕的维禁药明明已经入库, 却在不久之后再度流入市场, 这其中必然隐藏着许多猫腻, 带着这个疑惑, 戴维斯来到物证科调取资料, 工作人员表示, 从山姆那里查获的维禁药, 当天就有蒙迪丹保公司押运并销毁了,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, 戴维斯心中已经了然, 看来他的这个好友并不简单, 不仅控制了维禁药的销售, 还打通了警局内部的关系, 更有可能参与洗钱犯罪, 已经构筑起一个看似完美的商业笔环, 警局内, 卢本没有保释出狱, 但保释之人他并不认识, 谨慎的卢本从保管院内里取回自己的匕首, 可一把刀又怎能保障他的安全, 当天晚上, 乔装打扮的罗宾便跑到家里向他索要U盘, 卢本试图蒙混过关, 却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退路, 就这样, 勇于向戴维斯告密的卢本从此人间蒸发。 另外一遍, 戴维斯为了尽快掌握更多证据, 开始着手调查车户中的斯基拉科奇, 既然对方是罗宾的手下, 那么在他身上或许能查到一些线索, 戴维斯请技术部门调取对方的通话记录, 发现在车祸发生之前, 拉科奇曾多次拨打过同一个电话号码, 戴维斯试图拨通那个电话, 却被对方迅速挂断, 看来幕后黑手就有极高的警惕心, 戴维斯猜测, 如果卢本没有撒谎的话, 与拉科奇通话之人一定就是罗宾, 郭利安正自己的猜想, 戴维斯决定一射出动, 他先是以看房为由将罗宾单独约了出来, 随后他拨通那个号码, 果不其然, 罗宾的手机响了起来, 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暴露, 罗宾竟然直接吵他开枪射击, 戴维斯从床上惊醒, 虽然之前发生的一幕只是梦境, 但此刻却真实地反映出, 在他的潜意识里, 罗宾就是操控一千的幕后黑手, 这天警局同事艾伦举办家庭生日举会, 戴维斯应要挟妻妻子来到现场, 令他没想象到的是, 安保公司老板蒙迪也在受邀直列, 难道说同事艾伦和蒙迪在案中勾结, 虽然不愿意相信, 但事实摆在眼前, 他只能提高警惕, 三人各怀心事地坐在一起闲聊, 戴维斯向路本给自己的U盘偷偷藏进长筒靴, 此时他掌握的证据还所欠缺, 傍然打草惊蛇的话, 很有可能让自己和妻子心而危险之中, 所以只能想方设法稳住局势, 好不容易等到天黑, 戴维斯偷偷溜进了艾伦的地下车窟, 此时一辆披着车衣的汽车, 引起了戴维斯的好奇, 他缓缓揭开车衣, 赫然发现这是一辆克莱勒斯轿车, 也就是杀死桑莫的嫌疑人所驾驶的车型, 虽然只有可能只是巧合, 但戴维斯却因已觉得事情并不简单, 恰在他着手检查车辆之时, 艾伦走了过来, 戴维斯颇感尴尬, 但更为心虚的却是艾伦, 他表示这辆车并不是自己的, 而是帮朋友代管的, 戴维斯便询问这位朋友的姓名, 然而艾伦却警告他不要多管现实, 言下之意, 他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, 并试图以强硬的姿态逼迫戴维斯妥协, 戴维斯并未多言, 跟随艾伦离开了底库, 房间内, 欢笑声此起彼伏, 戴维斯的脸色却映尘得可怕, 他不知道这些平日里出生入死的伙伴, 现在还有谁值得信任, 艾伦的辩解让他有些猝不及防, 一时间就有些不知所措, 妻子丽莎看出了戴维斯的窘迫, 他神情款款地来到丈夫身边, 询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, 戴维斯暗暗摇头, 他并没有将真相告诉妻子, 此时此刻对于他来说, 知道的越少就越安全, 回家途中, 戴维斯被一辆警车拦了下来, 尽管他出示了自己的证件, 但警察是不依不饶地要送他回家, 戴维斯很清楚对方的目的, 那就是帮艾伦向的施压, 表明整个警局已经落入对方的掌握之中, 妻子很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, 戴维斯只好一边开车, 一边想着说明情况, 目前事实已经明朗, 白玉作为一家非法企业存在了很多年, 他们在暗地里操纵了维京药市场, 还涉嫌用房地产交易洗钱, 即便货物被警方没收, 他们也能通过艾伦等人将货物弄出去, 这帮人手眼通天手段毒辣, 死者丧芒因为知道太多秘密而被灭口, 而在这个案件中, 不仅有凶手参与, 还有警方的内鬼, 他们在杀人之前就计划好了一切, 和北的山姆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最完美的替罪羊, 而操纵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就是罗宾, 蒙迪及艾伦, 在得知真相之后, 妻子丽莎皱起了眉头, 她没料到, 简简单的利息凶杀案, 竟然牵扯出这么多势力, 同时她也在为帐货物案子担心, 仅凭她一己之力, 能对抗盘根错节的犯罪集团吗? 回到家后, 夫妻俩开始商量对策, 现在最起手的问题并非来自犯罪集团, 而是警察局内部, 戴维斯猜测, 在莫桑案中, 艾伦有可能是凶手或者是帮凶, 他们想要改变被动的局面, 只有跳过当地警局, 直接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, 由上岸而下, 整肃警察队伍, 只有警局内部风轻起震, 才能将蒙迪等人铲除干警, 当天夜里, 戴维斯在车内与领导会面, 他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河畔突出, 领导听后一阵唏嘘, 表示会尽快做出调查, 第二天一早, 戴维斯和领导一起来到了艾伦家中, 他显然没有料到老领导会来家里拜访, 只能被迫将两人请进屋内, 艾伦提议上楼详谈, 领导却借口尿急去瑞生间, 发现领导离开, 艾伦交际地提醒戴维斯快走, 因为领导就是整个犯罪集团的保护伞, 他为了活命, 这才选择妥协, 戴维斯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, 下一秒就看到艾伦被人一枪打破了脑袋, 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, 戴维斯急忙把枪冲击卫生间, 领导还想以时压人, 但戴维斯却完全不吃他这一套, 他果断开枪, 将领导当场击毙, 此时蒙迪从路上走了下来, 只脚好有举枪对质, 两人都不敢贸然出手, 恰待此时, 屋外玩闹的孩童扔来一个飞盘, 飞盘撞到玻璃, 发出清脆的声响, 蒙迪下意识回头去看, 戴维斯急忙抓住这个机会连开手枪, 蒙迪被打倒在地, 确认安全之后, 戴维斯走到蒙迪身旁, 并用手枪指着对方脑袋, 蒙迪的脸上没有了之前的好气, 取而代之的是落寞与疲惫, 也许当他决定走上这条犯罪道路时, 就已经猜测到了将来有一天, 他们之间会并融相间, 只是蒙迪没有猜到这一天回来得这么早, 戴维斯一眼不发, 默默用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。 另外一边, 罗宾正在高尔夫球场享受春日暖阳, 他刚刚打出一记不错的小鸟球, 正在暗自得意之际, 却没料到被警察罩上门来, 在戴维斯的努力之下, 警局内鬼全部被俗清, 以罗宾和蒙迪威舌的犯罪集团被连根拔起, 故事至此结束。 电影冷血动物上月2023年, 导演通过一期普通的凶杀案, 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人形的复杂, 营造了浓郁的悬疑气氛, 直至影片结束, 凶手的身份依旧是一个谜团, 有人猜测凶手就是幕后大老罗宾, 应让高密者卢本人间蒸发的就是此人, 虽然他并不直接对被害人下手, 但买凶杀案的可能性极高。 此外, 还有人认为凶手是安保公司老板蒙迪, 作为黑白两刀通知的地头蛇, 他有动机和能力去完成这件事, 也有人觉得, 杀死桑莫的应该是警察艾伦, 因为木鸡证人曾说过, 凶手是个有些跛脚的男人, 艾伦刚好符合这个特征, 而他地库里的克莱斯勒, 就是最有力的证明, 关于凶手的猜测林林总总, 对此你有什么不同看法呢,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讨论, 好了,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 谢谢大家UG网的支持, 咱们下期再见。